毛茸茸的狗狗坐在水槽里面 主人细心搓起毛小孩身上的每一个部位 再用抽风机把毛吹干 这是一家位于板桥的宠物自助洗店 现代人对毛小孩的生活品质要求越来越高 让宠物服务逐渐多元化与精致 似组有更多情感依附在毛孩身上 就是他就像家人一样吧 他就陪我一起长大这样 不太放心给外面洗 就想说我们自己洗比较知道他自己的状况这样 其实他把毛孩当成自己的小朋友女人化了 会想要更多的方式去爱他 去跟他相处 那我们这个自助洗的是其中一种 据内政部统计 宠物新增登记数量在2018年正式超越新生人数量 2022年截至9月 全台猫狗新增登记数已高达18万只 而新生儿数量只有约10万人 在大家在养小孩这块已经可能有一些 不管是心理上的压力还是经济上的压力 那大家还是会有这个 想要去照顾别的生命的这种需求 那这个需求就从新生儿的身上转移到宠物身上 累积到现在台湾全猫数量已经有216万多只 毛小孩数量增加的比人还快 许多人不愿生小孩 宁可养宠物 会不会未来街上的婴儿车里已经看不见小宝宝 而都变成可爱的毛小孩了呢 记者赖佩金张佳恩采访报导 你们是想买分离室的吗 你不是想买分离室的吗